第87集 小叶的医术不错 夏天的时候 我记得去人民医院实习的时候 就有你 楚明杰笑道 不错 是有我 还多亏了校长的举荐 叶浩轩笑道 只是这话多多少少有些客套 暑假的时候鬼才认识他叶浩轩是谁 应该的 年轻人就应该多一些机会 小叶 你的医术不错 过一段时间 有一个医学交流大会 我想让你去 你有什么问题没有 没问题 多谢校长了 这个医学交流会是有好处的 一来呢 增加专业的知识 而来毕业以后 学校大力举荐 可以直接去人民医院工作 你可以要好好地把握这个机会 叶浩轩已经隐约听出了 他话中有着另一层机会 但他依旧不动声色地说 谢谢校长 我会好好表现的 那就好 楚明杰点点头 这才不动声色地说道 小叶 我有个病人 情况比较特殊 听说你的医术不错 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看看 老狐狸终于切入正题了 叶浩轩谦虚道 楚校长真太抬举我了 我不过是个学生 怕是会让楚校长失望 楚明杰连连摇头道 其实这个人你也认识 身份非同小可 是港首富 中华灿 叶浩轩一争 当时明白了怎么回事 这显然是中华灿 在跟他们校长施压 他心中当时涌起了一股怒气 这中华灿 也太自以为是了吧 其实他只要低下头 向叶浩轩道个歉 这事就完了 叶浩轩也不是那种小气的人 况且 医者当即是为怀 他不可能对中华灿的儿子 置之不理 而没想到这中华灿 宁可费尽心机查到他的身份 然后通过学校想到识压 也不肯说一句低头的话 这让叶浩轩恼火不已 叶浩轩不动声色地说道 楚校长 这件事 我怕是无能为力 请您转告中总 让他另请高明 小叶 你可要搞清楚一点 中总是港首富 多少人排着队 想攀点关系都没门路 眼下可是个好机会啊 他虽然疑惑港首富 为什么会通过他 像一个学生时一样 也疑惑叶浩轩 真有那么高的医术 让首富都指明 让他看病 但只要有自己的利益 他可管不了那么多 所以便找来了叶浩轩谈话 校长 我想得很清楚了 他儿子的病 我无能为力 叶浩轩斩钉截铁地说 楚明杰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 要不然以中华灿的身份 也犯不到通过他 像一个学生使药 这里面必定有着他所不知道的内幕 当下他惋惜地说道 唉 小叶呀 这次医学交流会的名额有限 如果想参加的话 要经过校董事会的决定 你可要想清楚一点 言下之意 颇有几分威胁的意味 但叶浩轩是谁 最怕的就不是威胁 他冷笑一声 参加不了就参加不了 我想得很清楚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我先告辞了 叶浩轩说道 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楚明杰的神色顿时沉了下来 叶浩轩的事情 是上面压下来的 原本以为叶浩轩一个学生 比较好搞定 没想到这小子竟然这么不上道 叶浩轩愤愤地走出校长办公室 临走时 看见楚明杰的脸色 知道这件事不算完 想通过学校给自己施压 他中华餐也太天真了点吧 不知不觉又放学了 学校中的学生成双成对地走在一起 其中傅云云与孙丽亲密地晚在一起 之前傅云云与孙丽闹别扭 两人冷战了几天 现在又和好了 孙少 你以后不许欺负我 要好好的对我 傅云云撒娇地说道 嘿嘿嘿 我发誓 不会的 以后都会对你好的 孙丽信誓旦旦地说 而傅云云幸福地依偎在她的怀中 女人就是这样奇怪的动物 上一刻生气时 她要拿着剪刀 剪掉你的小丁丁 但只要你抛出去一颗钻戒 她就恨不得趴下来 舔你的小丁丁 孙丽如实想到 只是傅云云的神色一变 露出了一丝愤怒的神色 孙丽顺着她的目光看去 只见叶好轩正向着两人相反的方向走来 孙丑 那个混蛋前几天欺负我 傅云云指着叶好轩说 回想起前几天蓝林林的臭骂 与叶好轩的漠然 傅云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这几天学校的论坛上 盛传着良女征服的视频 虽然拍摄着 带着不侵犯别人肖像权的目的 将视频做过模糊处理 但每当听到有人提起那视频时 傅云云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是她 孙丽的神色马上阴沉了下来 看到叶好轩 她就气不打一处来 不曾忘记 在某个饭店中 她被人像死狗一样的丢出去 妈的 敢欺负我的女人 找死 孙丽一声大喝 身后的几个跟班同时冲上去 将叶好轩围在中间 叶好轩 孙丽嚣张地点起一根烟 然后嚣张地喷到她的脸上 原来是孙大少啊 不知道孙大少找我有什么事 叶好轩一争 前几天你欺负我女朋友 有这回事吗 孙丽沉着脸问 她早想收拾叶好轩一顿了 只是苦于找不到机会 眼下就是个好机会 她当然不会放过 你女朋友 叶好轩诧异地看了一眼赋云 你是说她 当然是 不然还有谁 跪下来向我女朋友 磕三个响头 然后道歉 我考虑放过你 孙丽鹤道 首先我没有欺负你的女朋友 是她自己 先来找我麻烦的 再者 你真把她当成你女朋友过 叶好轩冷笑道 叶好轩 你浑蛋 傅云云大怒 孙少 你要替我好好教训她一顿 叶好轩淡淡一笑 对于傅云云 她现在已经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她甚至怀疑以前自己 什么眼光 竟然跟这么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 在一起三年 揍她 孙丽对着一边的几个小跟班一挥手 一群人高马大的男生 马上将叶好轩围了起来 孙丽这些狐朋狗友 都是一些在校的混混 平时在学校最喜欢仗势欺人 小子 敢得罪孙少 你活得不耐烦了吧 就是 跪呀吧 孙少可不是一个穷学生能招惹的 这些跟班你言我一语的 而孙丽戏谑的看着叶好轩 她仿佛已经看到叶好轩 跪地求饶的情形 闭嘴 一群狗在这里乱叫什么 叶好轩冷声道 妈的 敢骂老子是狗 你作死 一个一米八的男生大怒 猛地一拳向叶好轩挥了过去 叶好轩一拳击出 砰 那男生一声惨叫 右手拳头微微颤抖 他倒飞了出去 躺在地上惨叫了起来 有两下子 一起上 余下的五六名男生一声大喝 齐齐地向着叶好轩冲了过去 叶好轩一声冷笑 微微一步踏出 他的身形骤然出现在这些人的面前 这六名男生愣了神 只见叶好轩接连几拳轰出 叶好轩好然觉已经突破了第一层 伸手已经不是一般特种兵所能比的 更何况是这几个恶哨 碰碰碰 接连不断的声音响过 这些混混一个个倒飞了出去 一个个在地上翻滚尖叫 再也没人能爬起来 叶好轩一步踏出 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 他落步时已经出现在了孙丽的眼前 叶好轩此时深暗悬殊 一动一径都与天地恍然一体 围观的人竟然没有摸清楚他行动的诡计 他就好像是凭空出现在孙丽的面前一样 叶好轩 你想干什么 孙丽吓了一跳 连忙后退 他万万没想到叶好轩的身手竟然会这么强 干什么 孙丽 你是不是觉得你挺牛的 叶好轩冷笑道 我告诉你 我叔叔 是你们学校的副校长 你如果敢动我 你就别想在这里混下去 孙丽退了几步 反而镇定下来了 即使叶好轩的战斗力再厉害 又能怎么样 他不过是一个小人物罢了 自己分分钟就能够弄死他 是吗 大家说我敢不敢揍他 此时周边围满了看热闹的学生们 对于孙丽 大多数人都认识 这小子在清源大学中恶名昭主 多少人对他敢怒不敢言 而现在看到叶好轩似乎有揍孙丽一顿的冲动 大家心里当时兴奋了下来 我赌一块钱 你敢 对 我也赌 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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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到最后大家竟然一口同声地喊起口号来 这位孙大少的人品在学校里已经烂到了这种程度了 呵呵呵 你猜我敢不敢揍你 叶好轩斜斜的一笑 冷冷地盯着孙丽 叶好轩 你敢动我一下试试 孙丽强自镇定 叶好轩突然抓起孙丽的衣领 将他举起来 镜子走到一边的喷泉边 今天就让你先清醒清醒 记着 如果下次敢再招惹我 我让你去吃食 叶好轩说着狠狠地将孙丽丢入了喷泉的水池中 扑通一声 喷泉中溅起无数的水花 孙丽一头扎入喷泉的水池中 猝不及防下喝了好几口水 好 也不知道是谁大叫了一声 周边的人纷纷鼓起掌来 做人能做到这一步 孙大少真不容易啊 孙丽猛地咳嗽了起来 他吐出嘴里的水 像死狗一样地往外爬 边爬边叫嚣 叶好轩 我要弄死你 我一定要弄死你 向他堂堂孙大少 向来只有欺负别人的份 什么时候别人欺负过他 叶好轩猛地一脚 刚刚爬到水池边缘的孙丽 再度被踹回水中 如果你不找记性 我保证 下次绝对让你去吃食 叶好轩 你疯了 傅云云尖叫 我看你才是疯了 傅云云 当初提出分手的是你 我从来没辜负过你 为什么你老是要找我麻烦呢 叶好轩喝道 对于傅云云 她现在没有一点好感 这个爱慕虚荣的女人 还真把自己当成妻仙女呢 叶好轩 我告诉你 得罪了孙少 你会死得很难看的 给孙少道歉 马上 傅云云尖叫着 一五惊又怒 孙丽从未丢过这么大的仇 而今天完全是因为她 才导致孙丽 滚入喷泉池的 孙丽一定会迁怒于她的 她只盼望着叶好轩猛低下头 能让她少吃点苦头 凭什么 话说我凭什么要听你的话 你又不是我的女朋友 收起你那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吧 喜欢你的时候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不喜欢你的时候 你说你算什么 叶好轩冷笑道 围观的人轰的一声笑了起来 对于孙丽的人品 众人皆知 而这个女人 甩了前男友跟了孙丽 这女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 傅云云一争 这才回过神来 叶好轩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叶好轩了 以前跟她在一起的叶好轩 憨厚老实 事事顺着她 什么都听她的 她不高兴的时候 叶好轩想尽办法逗她笑 虽然以前跟叶好轩在一起的时候 她穷 但在她的眼中自己就是公主 而孙丽则是不一样 床上的时候对她好 下床的时候她就是奴隶一般 对她呼之急来 喝之急去 一瞬间 她心中涌出一丝后悔 干什么干什么 谁在这里闹事 几名保安冲了过来 孙少 你没事吧 看到水池里像死狗一样的孙丽 这些保安大惊 连忙把孙丽从水池中捞上来 孙丽虽然不是医科大学的学生 但是 他有一个叔叔是医科大学的副校长 这些保安谁不认识 妈的 揍那小子 我要他死 我一定要他死 孙丽大叫 就像是被人刚抱了菊花一样的剪脚 孙少 你不要激动 我们去保安市里说 一名保安向孙丽失了个眼色 毕竟现在众目睽睽 他们公然打学生也会吃不了兜着走 孙丽马上会议 他恶狠狠地瞪了叶好轩一眼 然后随手拨了个电话 叔叔 我是小丽 我被你们学校的学生打了 就在学校里 好 好 他挂了电话 然后冷笑地盯着叶好轩 你等死吧 老子要让你在这里混不下去 走吧 跟我们去保安市里一趟 一名保安严肃地说 好 我跟你们去 叶好轩冷笑一声 对于孙丽 他还真没有什么好怕的 至于想在保安市里动手 这些保安还真不够看的 下午 这件事便闹到了学校里 学校的副校长紧急召开了会议 说是这件事情影响极为恶劣 已经严重影响了学校的名誉 要求立即对叶好轩通报批评 然后开除 校长办公室中 储明杰对叶好轩依然是客客气气的 只是叶好轩知道 他一定会拿这件事情发难的 小爷呀 你今天的影响挺恶劣的 给学校造成的影响非常的不好 你让我很为难呢 储明杰很官方的说 储校长 今天的事不能怪我 是他们先动手打人的 而且他们几个人打我一个人 为什么反过来对我通报批评 话不能这么说 对方几个人一致说 是你先惹事的 而且他们受了伤 现在有几个躺在医院呢 本来小董决定要报警呢 被我压了下来 储明杰放下了手中的茶杯说 那储校长说怎么办吧 认罚认赔我都认了 叶好轩知道孙丽的叔叔是副校长 于是便退了一步 这些都是小问题 只是学校副校长 在会上提出来要开除你 储明杰看着叶好轩的神色 哼 校长一定替我压下来了吧 我是不是要多谢校长 叶好轩冷笑 不错 我觉得你医术的天赋不错 就这样开除了 你的大好前程也就毁了 毕竟年轻人嘛 谁没犯过错 唉 储明杰装模作样的叹了一声道 可是我的压力也很大呀 毕竟学校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我之前说的事 你考虑好了没有 储校长 你之前所说的事情 我不考虑 叶好轩想都没想 就算把你开除了 你也不同意 储明杰的脸色已经沉了下了 不错 就算是你把我开除了 我也不同意 叶好轩斩钉截铁地说 啪 储明杰一排桌子神色猙獰地说 叶好轩 你不要太把自己当成人物了 你不要忘了 你只是一个学生 储明杰的忍耐力 已经到达了极限 对于叶好轩 他实在是没有一点耐心了 像他堂堂一个校长 对他一个学生客客气气的 你这样拒绝 很伤我面子的 好好